欢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那我们都知道 外面在市场卖有卖很多蜡 那到底一般的蜡跟我们的黄金蜡 哪里不一样呢 之所以命名为黄金蜡 最重要的就是因为 花东这个地方的天然地势 一边是中央山脉 一边是海岸山脉 再接下来就是太平洋 那么不管地球自转 公转都是向东转 再加上东部这个地方 阳光充沛 所以照射下来 把太平洋形成的水温气 快速的会把它堆积到 中央山脉这个地方来 每一天形成的云层 在中央山脉下下来的雨水 我们把它叫做地形雨 那么在整座中央山脉里面 有八种非常稀少的天然矿石 它就像一个天然的过滤器一样 把这些地形雨下下来的雨水 层层的过滤之后 形成的活水泳泉 这个是养殖黄金蝎 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第二个就是在 立川受风这个地方 在地底下有天然的 九种不同的菌 可以让我们去培养优质的枣 第三个就是透过立川 这二十多年的一个 生物科技技术 不断地突破 不断地努力 把这个蝎的养殖品质 不断不断地去提升 这个就是黄金蝎 最重要的三个缺一不可的一个条件 那么一般的蝎跟黄金蝎有什么不一样呢 一般的蝎 第一个它可能是用一匙的死水在养殖的 第二个部分 它的池底是一般的泥土 那么东部这个地方的立川渔场 我们所养殖是铺一层厚厚的六公分左右 这样子的厚纱 那这个就是蝎最重要的床 就好像我们人一样 如果我有一张舒适的床 我睡的品质好的话 我人就可以健康 那这个黄金蝎也是一样的 有这么好的一个实体的话呢 那么它生长养殖的一个过程呢 就能够让它品质很好 第三个部分呢 它的食物是大大的影响这个蝎的品质 因为它吃的是一般的浮游生物 所以它生长的速度也比较慢 营养价值呢 也远远的不足于这个黄金蝎 所以呢 从它的外观 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到 一般的蜎是外面较稀的 那么黄金蝎的话呢 它的外观整颗就像黄金一样 所以这个是黄金蝎跟蝎不一样的地方 在经过呢 政府这20多年的一个努力 投入的一个研究 产观学延消 一直不断的呢 去找出这个黄金蝎跟一般的蝎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哇 原来呢 我们发现这个黄金蝎里面呢 它有一群完整的这个营养素呢 可以同时快速完整的 修复我们的干细胞 但是一般的蝎呢 它的营养价值比较不足 第二个部分呢 它会有重金属残留这样子的疑虑 所以呢 比较适合是餐桌上的一盘菜 如果我们要把它浓缩作为保健食品的话呢 还是首推一指的就是黄金蝎 这个就是蝎跟黄金蝎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们都知道呢 力串鱼场里面呢 还有一只呢 非常美丽的贵妃鱼 那我们想谈谈 为什么这个贵妃鱼的游览 因为贵妃鱼好像是澳洲那边的一个品种 那怎么会引进到我们的力串鱼场 哇 谈到这个部分呢 又是力串的骄傲了 在我们的这个老董事长呢 它有养鱼支付的美育 在我们的菜种呢 有这个台湾拉王的这个美育 那么这个贵妃鱼的话呢 它其实来源是来自于澳洲的国宝鱼 那它非常特别呢 就是第一个水质要非常的干净 第二个部分呢 它是一种比较低温的这个鱼 那么其实当初呢 从澳洲引进来的时候 从新竹的水产试验所 努力了九年之后呢 没有办法富裕成功 最后呢 辗转的把它送到 力串鱼场这个地方来 我们经过五年的这个努力呢 终于把澳洲的国宝鱼 让它落地生根呢 富裕成功了 那么因为呢 我们把这条鱼养殖成功之后呢 我们跟台湾的 台湾大学的这个 中云谷教授呢 在品尝这条鱼的时候呢 它就很仔细的去看到 这一条鱼的鱼肉 跟我们在吃那个三沾马 一层鱼肉 一层胶原蛋白 它说哇 吃这一条鱼呢 不但可以让我们头脑变聪明 又可以像贵妃一样呢 这么的美丽 所以呢 我们一听到贵妃 这么美的一个名字的话呢 我们就把澳洲的这条国宝鱼呢 把它命名为贵妃鱼 这个贵妃鱼呢 还有非常珍贵的一个部分呢 就是一般的淡水鱼啊 它的Omega 3是不高的 一般我们所熟知的Omega 3都是 深海鱼才会含量比较高 但是这一条淡水鱼的话呢 它的Omega 3是排行全世界 200种的鱼类里面 Omega 3排行第四名的 所以呢 这条贵妃鱼不只是名字美 吃了之后呢 对我们的健康呢 更胜一筹 哇 大家都知道呢 我们这个台湾的花莲寿风箱呢 真的是好山好水呢 有这么丰沛的资源 那我们也谢谢阿妹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了哦 那我们的节目今天呢 就告一个段落了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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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